這個肺炎的疫情日益嚴重 人人心惶惶 通常人多的地方 例如屋苑或者寫字樓門口 很多時候都會放將地毯 加一些漂白水進去 做一個消毒 希望不要將病菌帶入辦公室 或者帶入屋苑那裏 但我覺得如果這樣放將地毯在這裏 都是不足夠的 因為地毯不會吸收很多漂白水 你要經常去加漂白水 而且又會弄到周圍都濕透 很容易滑傷 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買個冷氣機接盤 裝著地毯 再倒些漂白水進去 這樣就可以有多些漂白水 不需要經常去加漂白水 亦不會弄到周圍濕透 這裏是Vf. 既然已經作為佈置了一組 但 marking問題 所以這個是改良版 首先拆開膠袋 這些白浦膠可以不用了 這些配件都可以不用了 這是第二個版本 為什麼會有第二個版本呢 因為這個去水盤 本身有些膠質 去封住去水口 但我們發現這些膠質 就算側上去都會有少少漏水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次買了玻璃膠回來 封住這些洞 希望不要漏到一些白水周圍 首先要用皺紋膠 黏在外面的位置 然後再在裡面擠玻璃膠 就像現在這樣 這裡都有幾個索帶孔 我們也擠玻璃膠 黏在外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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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玻璃膠出出 因為用量不多 買了一支牙膠裝 就像這樣 估計在底部的位置會漏水 雖然有一個膠質 所以就擠多一點玻璃膠 都不用說美觀 因為自己用的 最重要是效果夠好 防水 放在外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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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掛索帶孔也是 放在外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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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 這些洞洞洞洞洞洞洞 就讓我擠完玻璃膠了 最後 就放在外面的位置 放在外面的位置 因為買現成地毯 就不是故意塗的 所以就小了一點 它本身都有一個 膠底可以拙住 就不會滑 但我都擔心 有時候濕了水 容易滑腳 所以最後 決定是 放少許玻璃膠 下去 完成了 現在就 等玻璃膠乾 明天回來 就把漂白水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讓同事 踩了過去 才進入辦公室 這個防疫地毯 DIY 就完成了 最後 就把漂白水倒進去 不過不幸 漂白水都買不到 我們只可以去買 一些工業用濃縮的漂白水 自己回來混合它 按個治療 多謝 我這影片分享 如果覺得有用 記得讚好 和分享給朋友 看看 有些什麼問題 就把留言告訴我 希望大家齊心扣癒 祝大家身體健康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